霍光与郭子怡,一文一武,堪称汉唐两朝的忠心之臣,不过如果两人对决,只怕郭子怡会更胜一筹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?下面听我详细对比。 先看汉朝的霍光,无论古今,对于做人做事都有一个很精辟的衡量标准,具体就是修身,齐家,治国,平天下。对于这几个层次,霍光的失败之处恐怕就在于齐家。 霍光跟随汉武帝近三十年,出入尽踏二十余年,出则奉车,入室左右。小心谨慎,未尝有过,为人沉静祥沈。霍光无疑是武帝身旁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。 武帝晚年,体弱多病,对于死后政权的和平过度深感担忧。因太子刘聚在巫谷之祸中自杀身亡,储君位置一直悬空。 武帝偏重于让年幼的刘芙玲继位,可是幼子登基政局难免会发生变动,因此需要有一个中流砥柱坐镇朝纲。 武帝在手下的一批大臣中物色忠实可靠的人选,最后选中了霍光。 他借用周公赋成王朝诸侯图,隐晦地表明了自己的用心。 在公元前八十七年,也就是武帝后援二年春,汉武帝去世。 霍光正是接受汉武帝遗诏,成为汉昭帝刘芙玲的辅佐大臣。 接受汉武帝的家业之托后,霍光掌握了汉朝政府的最高权力。 帝年八岁,正是一绝于光。 到霍光为止,霍氏家族在西汉就出了包括霍光在内的两位极富盛名的人物。 另一位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霍去病。 兄弟俩的功勋不相上下,一个驰骋沙场,一个辅政于内,前后在西汉风光了五十余年。 霍光忠心辅佐汉昭帝刘芙玲,并凭着汉昭帝的信任粉碎了上官节,桑红阳,燕王诞等人的多次夺权阴谋。 就在霍光安心治国,大汉平稳发展的时刻,才能不凡的汉昭帝却撒手人寰,十年二十一岁。 本来,霍光十三年的辅政生涯已经快到了尾声,谁曾想,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轮回。 或许命运开的这个玩笑有些戏剧化,不过也让霍氏族人欢心雀悦,谁都不希望全力从这位霍家人手上溜走。 在此之后,霍光的手笔更是大的让历史震惊。 他废了不成器的新军刘鹤,及汉废帝,又策立了武帝皇后魏子夫之子刘巨的孙子刘巡,及汉宣帝。 霍光辅佐汉宣帝六年,加上跟汉昭帝的十三年,近二十年的帝师生涯。 在此期间,他尽心尽力,大部分时间国家都处于安定兴盛的状态。 武帝的穷兵独武使得汉朝国力空虚,文景之志和武帝前期积累下来的财富有减无增。 民众在贫困线上挣扎,武帝身后留下的其实是一个庞大却又不厚实的壳子。 霍光上台后的诸多措施都遵循一个原则,那就是休养生息,藏富于民。 长期的连贯性政策向一味温和的中药,缓缓调理着大汉亏虚的身体。 最终用二十年的时间逐渐成就了文景之志后的又一个兴盛局面,史称昭宣忠兴。 但同历史上任何有作为的政治家一样,霍光没有跳出时代的圈子。 他摆脱不了光宗耀祖思想的束缚,也摆脱不了身为将相,子弟封侯的腐朽传统。 他在位时,他的宗族、子弟都已是高官显贵,或是势力盘根错节,深深扎根朝廷,枝繁叶茂,党亲连体。 而他的宗族多是为非作歹之徒,为霍氏家族留下了霍根。 霍光之于刘巡,既有恩又有功,刘巡对其既敬重又畏惧。 成语盲刺在辈的流传,也形象地勾勒出君臣间的复杂关系。 其实,如果真的让一国之君害怕你,对于一个没有篡权野心的忠臣来说,不是什么好事。 这也为霍光死后霍氏一族的覆灭埋下了伏笔。 通常皇帝们的脾性便是,越想就越气,想秋后算账。 不过,霍氏家族真正惹霍上身的根源,还不在此。 前面说霍光疏于其家,主要还在于霍光有个纯老婆。 人们常说,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女人在默默支持着她。 而对于霍光来说,反倒有一个飞扬跋扈的女人在扯她的后腿。 霍显原本是霍光正式的陪嫁侍女,妻死扶正,后生儿女,成了一家主母。 她娇奢淫逸,举止张狂,费尽心思将同自己品性如出一辙的女儿霍成军嫁入宫中, 并买通御医,在宣帝即位第三年堵死了有孕在身的许皇后。 这是后来引发灭族事件的原因之一。 妻子如此嚣张,下面的子侄,家奴便可想而知了。 在公元前六十八年,霍光去世,近二十年的帝尸岁月是霍光谨慎侍侍从五帝的政治升华, 他为汉氏的安定和忠心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 因此,宣帝给了他一个汉以来诸功臣无与伦比的隆重葬礼。 安葬后,宣帝还先后两次下诏,称赞霍光公如肖像国。 可是,霍光死后霍家的奴才却依旧不知收敛。 妻子、儿子、亲戚、家奴,宣帝一点点盘算着霍氏官场脉络。 内家正不休,外根结众多,建成体系,思虑到此,宣帝决定心账旧账一起算。 在公元前六十五年,宣帝操刀收拾了霍家。 霍云,霍山自杀,霍羽被捕,腰斩于世,霍显及霍氏女眷兄弟接气室。 霍后成军,废处招台公,霍氏卒连坐诛杀者数十家。 惨遭灭族大祸。 过了十多年,汉宣帝才算给霍光做了轻度平凡,只恢复了他的职务和姓氏,而没有恢复他的名誉。 历史上的权臣,很少有人能逃得过君主之间微妙的潜规则。 往往生前荣耀非凡,死后家族惨淡。 再看唐朝的郭子怡,郭子怡一生历经武则天,唐忠宗,唐瑞宗,唐玄宗,唐宗宗,唐宗宗,唐代宗,唐德宗七朝。 由玄宗开始,儿子唐宗宗,孙子唐代宗,乃至曾孙唐德宗,四朝都由郭子怡保驾。 唐明皇时,安史之乱爆发。 玄宗提拔郭子怡为魏魏卿,兼领武郡太守,冲朔方节度使,命令他带军讨逆。 唐朝的国运几乎细于郭子怡一人之身。 不止一次,许多国难危急,都被郭子怡逐一化解。 天下无事时,皇帝担心其功高盖主,令其归也。 虽然,朝中的文臣武将多半都是郭子怡的门生部署, 可是一旦皇帝心存疑虑,他就马上移交权柄,坦然离去。 等国家有难,一接到圣旨,他又毫无怨言,化解危难。 所以屡处屡起,四代君主都要以重于他。 单从齐家来看,同霍光一样,郭子怡的儿子,女婿,子侄也都加官尽绝。 所提拔的幕府部署中六十多人,后来皆为将相。 可是郭子怡却言传身教,竭力不碰触黄泉的禁区。 最打金之这出戏便是一次暗流涌动的君臣博弈。 郭子怡的六子郭爱的老婆是戴宗之女生平公主。 此事的导火索是郭爱要求生平公主向自己的爹妈行礼。 公主算起来比公婆的地位要高, 现在要她向公婆行儿赴礼仪,生平公主不能接受。 在一次家宴之后,喝醉的郭爱指责生平公主高坐在公婆之上。 生平公主对丈夫的愤怒反唇相激, 郭爱忍无可忍抬手就给了公主妻子一个耳光。 更要命的是她又说了一句, 你仗着你爹是皇帝,就可以耀武扬威了吗? 我告诉你,我爹他是根本不想干皇帝这个差事, 否则还能轮到你家。 一面是芒刺在背,一面是罪打金之。 虽然六儿子郭爱对自己的公主老婆说了一句天下人都知道的大实话, 但郭子怡的父亲请罪无疑是看透了功高盖主的后患。 郭子怡的战战兢兢消除了戴宗内心深处的疑虑, 最后换来了戴宗四两拨千斤的一句话, 不吃不笼,不做家翁。 从郭子怡出山到终老, 大唐的命运紧紧地和她绑在了一起。 有郭子怡的起,就有大唐的希望。 有郭子怡的落,就有大唐的亮枪。 比起安禄山内藏阴谋的韬光养晦, 郭子怡的不漏锋芒才是真正的自我保护, 否则也难有人生起落后的善始善终。 焚羊郡王府从来都是大门洞开, 贩夫走卒之辈都能进进出出。 郭子怡的儿子多次劝告父亲。 后来,郭子怡语重心长地说, 我家的马吃公价草料的有五百匹, 我家的奴仆吃官粮的有一千多人。 如果我住起高墙,不与外面来往, 只要有人与郭家有仇,略微煽风点火, 郭氏一族就可能招来灭族之祸。 现在我打开府门,任人进出, 即使有人想诬陷我,也找不到借口啊。 儿子们恍然大悟,都十分佩服父亲的高瞻原主。 郭子怡的一生可以用几个数字勾勒出来。 那就是, 荣马一生, 为国平乱, 二父西经, 八子七婿, 近世朝堂, 八五高龄而终, 穆家十尺, 生前死后, 哀戎始终。 作为历史上, 富、贵、寿、考, 四字俱全的极少数名臣之一。 史书对郭子怡的平义是, 公盖天下而主不宜, 为及人臣而重不及, 穷奢及欲而人不非之。 对比霍光一族的树道狐孙散, 焚羊郭氏却一脉昌盛, 可见, 霍光英向郭子怡学习的地方多着呢。 修身, 齐家, 治国, 平天下, 这几点都要兼顾, 其中的齐家, 更是重中之重呀。 感谢您的支持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